总统蔡英文明珠伙伴共荣之旅 结束过境纽约两天行程后 当地时间31号抵达友邦瓜地马拉 进行为期三天两夜国事访问 瓜国外长布卡罗接机 陪同蔡总统走红地毯 接受礼宾致敬 乔包也在红毯旁 高喊小英总统好 热情欢迎 总统抵达下榻饭店后 在瓜地马拉的第一个行程 是与瓜国桥接代表 技术团同仁及一南茶叙 总统表示政府重视经贸外交 感谢考察团成员长久以来的努力 各位不但是执行国际合作的计划 或者是协助新建医院 都在用自己的专业 为瓜地马拉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相信透过这些长期的踏实的合作 我们都能够让瓜地马拉的人民 从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台湾的友谊 我和达马带总统会有许多的互动 我们也会一起见证两国 签署台瓜基本合作协议 继续深化邦誼 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会停止 大家在瓜地马拉多贡献一份心力 台湾和世界的连接就多往前一步 总统也将前往瓜国文化宫 接受军礼欢迎仪式 及参加两国元首会谈并签署协议 瓜国总统贾麦黛将赠勋蔡总统 并以国宴款验